李毛批周猴练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等恩与周冻和解。 周杰伦与猴配残恩的恋情宣腾一时,李毛曾公开狠批周杰伦。 图翻射。李毛、周杰伦脸书,20101803.18。 李毛画风犀利直言不讳,对于看不惯的事情总会直接开骂。 2005年周杰伦跟猴配残恩的恋情,传得正火热,李毛就在节目上公开狠批周猴练,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,还扯到猴配残恩的前男友连胜文,说他很笨。 其实李熬过去曾大赞猴配残甜美又有气质,是他最欣赏的女主播,对他极具好感。 不过对于猴配残恩交往的两任男友,李毛痴之以鼻,他公开狠批周猴练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,知周杰伦是臭鸡蛋和烂东西,又骂猴配残恩的前男友连胜文很笨。 虽然他是个公子,虽然他是个公子,但看起来就是笨。 为了美女主播,不惜得罪亚洲天王周杰伦,更无惧开罪连战,狠骂连胜文,让人见识到大师的魄力。 现在周杰伦,连胜文,侯配残,三人都各自有幸福的家庭生活,当年谈的感情轰动一时,受到高度的瞩目,而李欧的逝世,让这段往事又被讨论,而李欧生前狠骂周杰伦跟连胜文,原本外界期盼有和解的一天,如今再也等不到了。 对于李欧过世,周杰伦所属的杰威尔公司目前暂无回应。